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 特借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有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好 那今天9月1號 我也再次的提醒各位 今年剩下9、10、11、12 這4個月不要再做錯了 有很多人都知道股票它會輪動 基期比較高的千萬不要追 沒有經過修正整理的 最好不管你有沒有獲利 趕快把錢收回來 而是要去布局 我說股票市長他是在看未來 最少你要看未來的一季 兩季 或未來的 我們叫半年或一年 營收都一定是在看未來 有的人不相信吧 那我們來看 我說行營類股 我有時候想一想 行營類股真的很好 行營類股沒有不好 只是價錢而已 那我們看行營類股來 這是2615的萬孩 各位 你看到 這裡叫73塊 我常常在教各位買進信號 你看到這裡 我們就一次拿兩格 來 買進信號這裡 是不是73塊 好 73塊 漲到353 漲了多少 3.84倍 你看出現買進信號以後 一路上都沒有出現賣出 一直到350塊 353才出現賣出信號 好 那他下來也在很短的時間就到198 那萬孩 我說他還好 所謂還好 他並沒有腰斬 結果出現買進信號以後 對不起 198確定低點了 但是沒幾天了 你看今天又正式出現賣出信號 正式出現賣出信號代表198可能不會是低點 這叫萬孩 好 那因為萬孩 因為他比較失真式 他沒有腰斬 所以未來會不會破198 這很難講 但是來 陽明 這裡666 66塊6 出現買進信號供到234.5 出現賣出信號漲了2.52倍 各位 你要買股票是買在這一段 算這一段 下來千萬不要搶 不要搶 我會講說不要搶 你看 陽明是不是腰斬 他這裡沒有漲 出現買進信號要供結果 對不起 今天又出現賣出信號 所以各位 今天航運類股都非常的弱勢 來自長農 一樣63.1漲了2.69倍 一路上都沒有停 從出現買進信號一路供供供到這裡 233才出現賣出信號 漲了2.69倍 2.69倍的意思是什麼 你假設有630萬的 你變成2330萬 那就是2.69倍 好 那結果他也腰斬 剛好腰斬一半 所以你看 他其實根本連像樣的反彈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 這一波漲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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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航運類股 股票市場 很多人都在看基本面 基本面 我告訴你 我說只有一天 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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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拿3529的利望 每次都要拿一遍 我們看3529的利望來 各位 他賺7.2 你看到賺7.2前半年 股價多少 1,635 好 8016 都是S2G 8016的稀創賺多少 前半年賺19.55 他比 他幾乎就是快要利望的 快接近3倍 股價多少 股價300塊 稀創300 利望 利望是1,635 所以你告訴我 基本面 基本面並不是唯一 重要的叫籌碼 那講到籌碼 來囉 好 今天9月1號嘛 今天要公佈營收 開始公佈營收 好公司 馬上都要公佈營收 好 我們來看這檔股票來 這檔股票叫金逆科 這裡叫120塊 162塊 這裡162 好 最高來到464 484 漲將近3倍 就這樣漲3倍 對不對 162到484.5 漲將近3倍 那你一定想說 它的基本面一定很好 來 我們看 來 你注意看 這千嘛 4800萬 對不對 好 再來 第二季章都找1.38 你就看到1.38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 我要跟各位比6712長勝 6712長勝 我們看 第二季他賺1.1 好 那 來 3228的金逆科賺1.38 他比他多一點點 好 然後呢 金逆科7月份的營收4800萬 好 那我們看6712長勝的 7月份營收4400萬 好 那他賺1.1 也就是如果說用今天的收盤價 來 我們看今天的收盤價 來 好 今天的收盤價 金逆科是409.5 好 長勝是304 感覺啦 蠻合理的嘛 因為第二季長勝賺1.1 營收4400萬 好 那金逆科第二季賺1.38 好 那營收來 營收 4800萬 那你覺得 人家金逆科第二季1.38 你長勝1.1 EPS 好 金逆科7月份營收4800萬 你長勝才4400萬 所以我金逆科多你100萬 感覺股價是合理嘛 對不對 就比較之下感覺是合理 可是我們來看今天 看今天來 這今天 來 來 今天 公告的 公告的 來 2.54分 2.54分 公告的 最新公告 金逆科8月份的營收是2100萬 連檢31個人 看到 2100萬 也就是你看到 金逆科今天公告的8月份營收是2100萬 不是腰斬喔 是不是腰斬 這叫4800萬腰斬喔 而且它比去年 還要少喔 去年的8月份有2900萬 可是今年的8月份是2100萬 那你認為它股價應該多少 你認為 來 你認為400塊 409塊合理嗎 好 我們來比照長勝 來 長勝今天也公告營收 長勝的營收是4900萬 看到喔 來 成長4.2倍 來 看671的長勝 你看4900萬 8月份 4900萬 又創新高 一次新高 兩次新高 三次新高 四次新高 五次新高 六次新高 七次新高 八次新高 今天是第九次創新高 第九個月 4900萬 長勝的4900萬 比金逆科還多 那我們來看股本 好 看股本 長勝的股本是6.1億 看金逆科 金逆科的股本 又比長勝大 金逆科的股本6.7億 長勝的股本6.1億 那長勝 7月份的營收跟金逆科 差一點點 可是7月份 8月份的營收 長勝是4900萬 結果金逆科剩下2100萬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毛利率 也可以看毛利率 看毛利率 應該看毛利率 因為金逆科 金逆科 來 金逆科的毛利率 他賺1.38 其實毛利率也算高 也算高 可是長勝70幾 毛利率都很高 因為長勝 為什麼毛利率高 因為長勝從公司成立 每年每個月都在燒錢 現在開始在回收 好 那長勝的回收並不是 他並不是靠這個 並不是單一只靠他的營收 來 我們看 長勝的營收 最可怕的不是 長勝最可怕的不是要營收 來 看這裡 展望下半年在疫情控制下 反正一股盈盈可望 優以上半年 尚不包括其洽談中的海外授權 也就是你開始去比 從這隔夜開始 如果以現在這個趨勢 長勝的營收 會比金利科 理論上按這種趨勢 會比金利科更多 長勝的股本更少 我為什麼拿金利科來比 我還是那句話嘛 生意股好像是 用一句話的台語在說 眾人選眾 眾人驚 眾人騎 電子股好像就是 它就可以享受比較高的本利比 不是這樣子嗎 金利科跟長勝 金利科可以這樣漲 只不過它是電子股 營收如果從9月開始 沒有長勝好 那金利科又有餘利 因為它是中國的金片 如果萬里美國把它管制 又有餘利 那會不會 那最少它有餘利 有位置數 有變數 可是長勝它是在台灣的 它是不斷營收 不斷地一直在成長 還有包括我說 上部包括其洽談中的海外授錢 如果一授錢都是3億 5億10億美金 我說我把它整數 如果是6億美金 假設是6億美金 授錢的話長勝股本 6點 它的股本是6億多 假設是6億美金 也就是多少 EPS是280塊 售錢如果是6億美金 是不是280塊 等於是6億美金 28個股本 不是280塊 EPS280塊 你告訴我股價多少 所以我一直跟我的會員講 我們做生股 或許真的實在是很沉悶 為什麼 因為台灣普遍大家喜歡做電子股 像精力科 大家喜歡做那種電子股 可以衝來衝去 大家在裡面拿底塞 可是長勝不行 長勝也不能農資也不能農建 你如果它又比較冷門 所以我說如果你是在做生股股的 那個來講 我有一句話 到最後三國一桶 到最後真的賺到錢的就是生股股 為什麼 因為它籌碼很乾淨 基本面只有越來越好 它也沒有一定 譬如我拿精力科 其實有很多電子股都是這樣子 如果你在中國琢磨太深了 哪一天不知道 像現在中國不是網路也管制嗎 太有錢也管制 補習班也管制 線上教學也管制 甚至連手游都管制 再來呢 我告訴你更扯的是什麼 連那個涼炮都管制 什麼叫涼炮 像韓國不是有些人 那個歌星不是都化妝嗎 涼涼的然後這裡扣子不扣 中國都管制 男生這裡扣 第一個扣子一定要扣 什麼都管制 所以我說 有時候投資做國標 你要看得很眼 那為什麼比長勝跟精力科 我就說在這個轉折點 來 我說這個轉折點 我特別把這張印下來 9月1號 金力科是409.5 比長勝多100塊錢 我說 用頭腦去想 你告訴我好了 如果已經2點 你要手上要報長勝304塊 還是手上要報金力科409.5 再看一遍營收 來 長勝的營收成長 年成長4.2倍 4900萬 那金力科的營收 年是減少31.36% 只有2100萬 然後YOY是減3 等年減3.31% 那MOM的月 月不到一半 月不到一半 因為上個月他4800萬 這個月剩下2100萬 那長勝 4900萬 上個月才4400萬 所以 通用一檔股票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其實這個套用 很多有錢人 我就碰到一個有錢人 他就很客氣 我說 你為什麼可以累積這麼多財物 他很客氣地講 他是在每一次的轉折 都是做對的選擇 不是有人常常講 選擇比努力重要嗎 在轉折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這個時間 我就拿金力科跟長勝 這兩檔股票去比 其實我比的了解是 有很多電子股 類似這樣子的 我是拿金力科來做代表 金力科要漲要跌 那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拿他來做代表 跟長勝比 有很多電子股 因為同志很喜歡做電子股 那他比較熱門一點 那他可能我一天漲很多 然後又跟你跌了很多 然後投資人 投資人都看到漲的那一天 跌的都看不到 可是長勝本來要 沒人沒人 想想長勝我來賣一下 賣一下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拿3529的利望 給各位 因為人家不賣 我說股票不賣他就漲 這樣講比較快 你有股票的人 你三步行 你要把他賣一下 把他賣一下 他就不會漲 那等到有一天 我常常在講 來 有很多人要在這裡賣長勝 你賣啊 你在這裡賣 我說他都抄跌了 你在這裡賣有一天 你會不會怕買老白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等一下說馬上回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那今天9月1號 長勝公布營收 好 那我看長勝來 長勝的營收 來 年9個月創新高 8月份營收 4800萬 再創新高 好 那各位去算 4800加4900萬 4900萬加4400 也就是他單單 7月加8月 7月加8月 4900加4400 這樣多少 是不是9300 各位加一加有沒有比 來 這裡才9000萬 3600 32400 689 是不是9000萬 456月 三個月加起來9000萬 好 那8月份長勝是4900萬 好 那加一加 就超過7、8月加一加 就超過4、5、6月 所以各位去看 他的第二季賺1.1 也就是其實很簡單 如果按照這樣算 長勝7月、8月加一加 理論上就賺超過前半年了 比第二季當然更多 比前半年更多 因為前半年第一季是賠錢 那開始去想 他的營收會越來越高 我再講一遍了 我說我們為什麼會擋股票 要支這麼久 你看到的營收 我說 再看一遍了 我相信很多人投資做股票 幾乎沒有人會看到說 哪有一檔股票可以 這樣連續一直在創新高的 營收一直在創新高 而且它叫生衣股 一般的生衣股 大部分為什麼不做生衣股 講不好聽 除了你對生衣股很懂 不然買起來會怕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都沒有營收 大部分沒有營收 我講的生衣股是做藥的 做癌症的 不是賣那個面膜 賣隱形眼鏡 賣隱形眼鏡的 售不好聽 傳統產業股 那營收一定有的 賣健康食品 賣什麼運動器材 那個叫生衣股 那叫生技股 那反而生衣股 應該是賣 它做藥要先燒錢 要燒很多錢 所以大家對生衣股就怕怕了 為什麼 其實這也是 我說台灣投資人的宿命 什麼叫宿命 短視 台灣人很短視 非常短視 那大部分都賺到什麼 賺到小錢 我應該問各位 你在看投股節目 我問你好了 你做股票有賺錢嗎 你不要講說我這個月賺錢 從你到台灣股票市場 一來到現在 請問你有賺錢嗎 我問你這樣就好了 那你為什麼會賠錢 為什麼 因為你股票太多了 你就買了感覺安全的 對不對 什麼叫安全 譬如說你去 你現在去買行業股覺得很安全 因為他賺很多錢 你就覺得很安全 結果你賠了 真的好股票你又不買 像台積電你又不買 台積電買的不會漲 對不對 有啦 現在 從3月到現在買台積電 沒有賠了 只是沒有賠 它還不漲 那每一個人買股票都想我買了 有時候講一講 買股票不是在買樂透財 買樂透財你也不會中 那買股票就想我今天買了 我拿100萬進來買 我希望我明天變1000萬 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你希望 我不要說明天變1000萬 你希望你今天100萬 明天變110% 後天再10% 你希望每天都給你10% 因為那樣子所以賺不到錢 股票真的是等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 金益科跟 來我們再看一遍 我為什麼拿金益科跟長盛 給各位比 我希望今天是個轉折日9月1號 你有類似這樣的股票的人 我問你好了嗎 股票市場到最後還是要回到所謂的 它的EPS 你籌碼在怎麼弄啊 對不對 你能跑得掉恭喜啊 你跑不掉 來 像金益科 可以從615跌到162 而且還可以漲到448 漲到將近480幾 這樣漲上去 這種股票有時候想一想 也真的蠻敬佩金益科 這金益科的操盤者 這真厲害 這金益科在操盤的 那個真的是高手 你等股票賺一點點 可以從漲到600多 跟你殺到162塊 然後再跟你漲相信3倍 營收8月份出來只有2100萬 比長盛的 長盛是4900萬 那金益科才 那金益科基本面不好 2100萬 8月份2100萬 221 長盛呢 長盛是49 8月份是49 所以有時候想一想 就像我說 玩過時 有些東西不能講 可是長盛不是在這裡 長盛重點 我再講一遍 在這裡 尚不包括其洽談中的海外授錢 有時候我一直分析給各位聽 人生只要你看得到的 你異估它會來的 可能給你幾倍 你在乎時間嗎 有人股票做了5年10年了 不知道把多少的生家財產都拿進去玩了 玩了5年10年 對不對 本來是住豪宅 開賓試車 豪宅賣掉換公寓 對不對 公寓換國產車 然後現在跟人家租房子 然後搭捷運 很多人做國家都這樣子 那幸福你還有房子住 還可以租得起 那我請問你 如果他會來 可能把你以前輸的全部要回來以外 我從來想說 做對了三代都 你的三代都夠用了 這個不是我自己做的吧 長盛 尚不包括其洽談中的授錢 這是公司的法收費 尚不包括其洽談的海外授錢 海外授錢有多少錢 我不斷再拿這一張給各位看 海外授錢 就單單這三個去比照別家 好這個是比較南京心白 韓國的要機師公會的 這個是比較極力的去賓購的 用美金去算都是幾億幾億美金 長盛股本只有6.16億 你看那美金 美金把它乘以28倍 那麼會變成多少的EPS進來 好再來就是短線還是要做 短線來 我們看喔你看這裡 好你看到這裡會怎樣 來這裡叫8S8 我也提醒你RSI在這裡 334.5在這裡 好318在這裡 合理嘛 RSI在這裡 可是318以後 RSI沒有創新低啊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 這裡都超跌超跌 你看這裡263沒有人相信嘛 好那今天在這裡 263在這裡啊 現在在這裡啊 好重點因為318以下都超跌 但是我也給各位看它出現買進信號嘛 好任何股票都一樣喔 出現賣出信號510確立高點 跌到34.5 34.5出現買進信號 這裡確立是低點 好所以一路攻到492.5 492.5出現賣出信號 所以492.5確立這裡叫高點 從612號一直修正 修正到上個禮拜到263低點 因為這裡確認是低點 那再來呢 再來它一定會再出現賣出信號 因為有買進 未來就賣出信號 它要漲多少而已嘛 所以未來到這裡 我再講一遍 因為我要代會員 我們叫做來回操作 只要賣出信號一出現 那個賣出信號來看喔 只要這個賣出信號一出現 我們就會賣 而且現在開始就是有策略性的在買賣 我們要賣幾成 賣了以後要怎麼再接回來 那它會漲到哪裡會出現賣出信號 因為這盤中會出現 來 這個買賣信號都會盤中出現 所以未來就是要賣 假設你有6、7、2長勝的人 或是你想操作的 來 今天 我希望喔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很辛苦 因為長勝是修正下來跌得很深 我不希望你有長勝的 或是你賣掉的 結果有一天你發現長勝又上來了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 我們叫做來回賺價差 你如果來回賺價差跟著我們做 它不一定要來到500億 你賣出的價值就超過500億了 而且如何操作 幾成操作 怎麼買賣 價錢出現的時候你要掌握第一時間 那你這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嘛對不對 那上來我不希望你錯過了 所以只有今天我們用最優惠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來到我們的高出低進 打電話 你們同一個時間再會